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重点在运用这一块 应用你要会了 这题就好办了 本章在考试当中所占的分值并不是很大 所以这一章内容一般来讲 应该说没有单独出过大题 很早很早以前 90年代曾经出过 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13号准则刚刚颁布 所以当时那一年就考了一个大题 后来就没有单独出过大题 所以分值并不是很多 通常两分到四分左右 那么对于或有事项的概述 以及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猎报 通常是以客观题的形式考察 而具体业务的快处里 多与差错更正结合在一起 或者和日后事项结合在一起 或者和所得税结合在一起 在主观题目中出现 比如说未结诉讼 未结诉讼往往和日后事项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部内容单独出题可能性不大 但是一定要和其他章节结合在一起考 结合最多最多的是差错更正 注意这个特点就可以了 再来看 今年考点之机 第一个或有事项的概述 单向选择多项选择 那么20年在这出现了 那么2015年也考过 这块不怎么经常考 但是20年又一次出现了 又一次出现 题目难度不大 那么考察或有事项的概念 确认这个论述是否正确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未结诉讼计算题 单向选择题 两颗心了 那么20年19年17年在这都出现过 主要是计算应当确认的损失 与日后事项结合 一个考察的处理 那么再一个就是预计负债的一个计算问题 所以这块内容呢 就是未结诉讼占的比重 应该说的比重比较大 那么最主要的以前啊 在机考以前最主要内容是和差错更正结合 有的时候和日后事项结合 照上走 产品质量保证 19年17年都出现过计算题和综合题 这个产品质量保证 这几年考的比较多的是和收入结合 收入当中涉及到什么内容呢 涉及到收入按收入的比例 来具体产品质量保证 同时呢 还和盐保服务结合 所以产品质量保证就三包服务和盐保服务 结合在一起考大家 除此以外和日后事项结合 那么有的时候和所得税结合也考过 那么19年17年都出现过 再接下来 债务担保 多项选择 16年15年出现的 给出资料 选择贷款抵押担保的快处理 那么这个内容一般来讲呢 就是让你来看看它的处理是否正确 而且这种提醒 大多来讲都是根据中国证监会编写那本案例 那个案例解析当中的那些资料来编写的 这个考题 就是债务担保这块 我记得考过两次 好像就是这两次 都是那个案例解析当中题目 早上走 代执行合同变为亏损合同 单项选择20年出现了 这个题应该说20年出现以前还出现过 记考前还出现过 而且那个题目都差不多 计算合同应确认着预计负债的这个金额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再有重组义务多项选择计算题 那么18年17年 曾经出现过考察与重组义务有关的事项的判断 与差错更正结合 重组义务应该说考的频率和前面相比较 应该说略低一些 再接下来看 那么21年本章教材内容或者考试内容 没有实质性变动 没有实质性变动 这张内容多少年来就是这些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准则没有修改 准则没有修改情况下变化不大 好 下面正式进入课程讲解 首先看第一个指点 或有事项的概述 什么是或有事项 来看特征 所以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和事项所形成的 一定强调过去的 不是未来的 是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其结果 须有未来 是某些未来 未来 这个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 才能决定的 一定强调不确定事项 所以或有事项 或者有 或者没有 或者有 或者没有 那么就是一个或有 所以其结果只能有某些未来事项 发生或不发生 才能决定 所以发生了就有了 没发生就没有了 所以是个不确定的 要确定事项 就不属于本准则规定内容了 它是不确定的 好 下面来看特征 或有事项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个特征 或有事项一定强调的是 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比如说看快速反应 讲公司的售出的产品实行三包 这个三包服务 是不是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产品卖出去了 卖出去了 按照国家的规定 我必须要提供产品质量保证 如果出现质量问题坏了 我得给人修剪 对吧 那么这个内容是不是过去的 是的 是因为对已实现销售的商品 提供的产品质量保证 是过去的 所以属于货有也可能发生了 也可能不发生 我质量就是好 质量好的话 我发生的这个修理费 我不是很多 我质量不好 可能发生的修理费就可能高点 这批产品质量好 这批产品质量不好 都有可能啊 对吧 所以都是货有的 每年发生的这个修理费是多少 都是不确定的 都不确定 所以这个属于货有事项 而且呢 是卖出去的产品 卖出去产品 是过去的 是卖出去的 没卖出去的产品 不可能提供三毛服务 是吧 再看下一个快速反应 A公司被B公司状告 侵犯其专利权 要求赔偿 法院已经受理了 但是还没判呢 没判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属于不属于我们所讲的 过去的交易事项呢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货有事项是过去 是过去的行为所形成的 是侵权行为所引起的 目前存在的 所以对我这个企业来讲 是过去的 我过去的经济行为 引起的这个事件 那么一旦我要判了 我要败缩 我就得赔钱 那么这个事儿 在现在来讲是不确定的 现在不确定 我只能听法院的 我认为 我认为 可能不爱说 也可能不爱说 对吧 但是过去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目前存在的 那我最终 我只能听法院判决 所以强调过去的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 第二 或有事项结果就不确定性 那么第一个 或有事项结果是否发生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确定 是否发生我不知道 来快速反应 B公司从银行取得借款 借款期限三年 B公司的母公司 我 我A公司呢 我为其担保了 为其担保了 那么对这个事项 对我A公司 我母公司来讲 是否属于或有呢 是的 为什么属于呢 也就是说 几年啊 三年 三年后 你们子公司啊 假定你们子公司 你们把钱还给银行了 我就没事了 我就不会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如果三年后 你们还不了银行钱 我 母公司就为你们偿还 我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这个事儿 今天 今天 这个或有事项结果 我可能不知道三年后的结果 你们现在查误状况 目前好着呢 挺好的 但是 三年后什么情况 我现在不确定 所以这个结果 到底什么结果 现在不确定 也许我不会承担连带责任 也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对我来讲 是属于我们这个特征的一个内容 是不确定性 这样 或有事项结果 即使预计会发生 但发生的具体时间 不确定 或者金额不确定 两个不确定 两个不知道 我们再来看 快速反应 A公司因生产产品 排污治理不利 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了 A公司周围的村镇居民 起诉A公司污染环境 并提出赔偿的要求 没有特殊情况 我肯定是败诉的 没问题 很可能败诉 很可能败诉 但是 在诉讼成立的时候 该企业因败诉 需要赔多少钱 算不出来 为什么算不出来 按照目前司法解释 还有国家法律法规 那么等等有关内容 等等有关内容 我算不出来赔多少钱 我算不出来 对吧 他们周围的村镇居民 要求我们 每人赔他一个亿 每人赔一个亿 可能吗 每人赔十万块钱 我这企业注册资本 才五万块钱 假定 我都说假定的 可能吗 也不可能 所以说 赔多少钱 不知道 我只能听法院的 法院说赔多少 赔多少 也许他判了 我还不执行呢 都有可能 是吧 都有可能 所以赔多少钱 不知道 所以这个金额 现在算不出来 有些情况下 还可能对什么 精神损失的赔偿 精神损失 这个精神损失 怎么确定 有的时候很难确定 虽然司法解释已经有了 但是在实物中操作起来 也不一定 不一定很好计算 对吧 所以金额算不出来 或者说何时将发生 支出不知道 何时 那我只能听法院判决 判完以后 什么时候支出 我也很难确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该实际上属于或有了吗 当然属于或有了 所以时间不知道 金额不确定 都是讲的不确定性 好 这是第二个内容 第三 最后一个特征 或有事项结果 只能由未来的事项来决定 由未来事项决定 是指或有事项结果 只能由未来 不确定事项的发生 或不发生才能决定 今天定不下来 三年号才能定 比如说刚才我举例子 我为你们提供贷款担保 好 三年号你们把钱还给银行了 那么对我来讲不会承担连责责任 不会承担 如果三年号你们还不了银行钱 银行起诉了 你们第一被告 我第二被告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特殊情 我肯定是要败诉的 我一定要败诉 对吧 好了 我要承担连责责任 我要替你们归还 借款的本金和利息 那么这个事情 只能由三年后来决定 所以这个标题就是 只能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 或不发生才能决定 今天定不下来 这就是它的三个特征 货有事项三个特征 好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 货有负债和货有资产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货有负债 货有负债 从标题上来看 货有 这个标题货有 或者有或者没有 货有负债 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潜在义务 是潜在的 潜在的 不是现实义务 是潜在的 那么其存在 需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 发生和不发生 欲证实 这是第一层意思 或者过去的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现实义务 但履行该有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企业 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层意思 或者说是该有的金额不能可靠确定 那么这三个内容 满足其中一个 都是所谓货有负债 下面展开来讲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潜在有 是潜在的 那么这个潜在 什么叫潜在呢 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听起来可以特别简单的 说我的企业生产化工产品 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了 好 造成污染了 那么周围村民起诉我了 好 那么起诉我的时候 我这个企业它有什么 我这企业你记住 它有环保部分 我的企业有环保部分 我对排污口 我排污假定排的是水 排的污水啊 排的污水 这个排污口我进行测试 我认为测试出来结果啊 或者说第三方机构测试都可以啊 排污的这个标准 符合目前国家所规定的标准 而且在国内出于领先水平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他把我告了 对我来讲 我承担是现实义务吗 不是 我没违法 我没有违法 对吧 那么对我来讲 就是潜在的 就是潜在的 所以这叫潜在的 不是现实义务 那最终什么结果 我听法院的 我只能听法院的 反正我现在没有什么 我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 好 这是一个啊 那么这就是潜在的意思啊 其存在需通过未来不确定 是要发生不发生 来证实 听法院的吧 就是这意思吗 听法院的吧 是吧 这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 或者过去交易思想所形成的 不是潜在是现实的了 是现实 但是旅行该有 不是很可能 注意不是很可能 导致经济流出期 那么这里设定的概率 这个不是很可能 我后面会单独讲的 就是50%以下 50%以下 所以不是很可能 导致经济流出期 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野水或有的 野水或有的 那么第三个 要不金额不知道 赔多少钱不知道 赔多少钱不知道 那好了 那就听法院判吧 这是他的概念啊 接着看 货有负债 无论是现实的 还是潜在意义 均不符合负债的定义 因此不能确认 你不能在表内确认 不能入表 但是呢 可以披露 按照规定 你可以披露 所以只能在报表 付诸如期披露 但是这个披露 也要注意啊 极小导致 极小导致 经济力流出企业的 这种货有负债 也不需要披露 极小可能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货有资产 你从标题上来看 货有 或者有 或者没有的资产 叫货有资产 所以货有资产 是指过去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潜在资产 不是真正资产 是潜在的 其存在需通过未来 不确定事项 未来不确定事项 发生和不发生 才能证实 也可能形成了 真正资产 也可能形成不了 就是画个大饼 画个大饼 也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对吧 所以叫潜在的 好 接着看 货有资产 是潜在资产 所以不符合资产定义 因此就不能入表 不能在资产负债表确认 那么可以披露吗 一般情况也不披露 什么情况可以披露 只有在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入企业的时候 才需要披露 这种情况才披露 这叫货有资产 所以货有负债 货有资产 都不能入表 不能进资产负债表 第三 货有负债和货有资产 转化为真正的负债 真正负债用的科目叫预计负债 那么或者可以转化为真正的资产 第一 货有负债转化为预计负债 随着实际界的推移和事态的进展 货有负债对应的潜在义务 可能会转化为现实义务 好 这是第一层意思 刚才我举例子 我生产的化工产品 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了 然后对排污口 排污水的排污口 那么进行了检测 说我目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保要求 没有超标 没超标 你告去呗 是吧 就在诉讼进展当中 突然国家出台了更严格的 环保法规 那么我原来这个内容 我原来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原来是没有超标 现在超标 更严格的 包括环保这些指标也修改了 好 在这种情况 原来我不违法 现在违法了 所以原来是潜在的 现在就要变成什么 现实的 变成现实义务 接着看 原本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 那么现在变成了 那么现在证实了将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去 原来我认为不会赔人钱的 现在估计很可能会赔人钱了 并且这个现实义务的金额 原来不能可靠计量 现在能够可靠计量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货有负债就应该转化为企业的真正的负债了 应该走预计负债了 那么这时候就应该入表 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预计负债 就第一 那么第二 货有资产有可能转化为企业的真正资产 货有资产也是一样的 其对应的潜在资产 最终是否能够流入企业 逐渐变得明朗了 变得明确了 那么而且呢 如果某于十点 且基本确定 这个基本确定概率后面会讲的 那么是大于95% 小于100%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这个潜在资产 而且其金额延等可靠计量的情况下 你就应该确认为资产 翻路 借记其他营收款 带营养外收入 这题考过吗 我记当中就考过一次 而且在日后事项中考的 所以借其他营收款 确认为资产 带营养外收入 一般来讲是这么一笔分路 好 这是转换的问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的考题多项选择 货有事项是一种不确定的事项 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属于货有事项 直接形成的结果 货有事项直接形成什么 直接形成预计负债 可以形成预计负债吗 可以的 可以形成预计负债 可以 也可以是不满足 不满足的话 也可以形成货有负债 也可以形成货有资产 那么这个预计负债 它也是估计出来 但是它满足负债确认条件 那么D 因货有事项 获得的补差 而确认的资产 这个不属于货有事项 形成的结果 因为货有事项讲的是不确定事项 不确定事项 而这个是属于确定事项 所以答案选择ABC 这是19年的考题 所以来看 货有事项是指过去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其结果 需要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 才能决定的 一定强调不确定事项 所以货有事项满足一定条件情况下 需要确认预计负债可以 或者相关的这个资产 那么选项地 因预期获得补偿 而确认的资产是属于确定事项 确定事项就不能放在这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内容 那么有人就提了一个问题 再来看这个选项 有人说 或有事项 这个内容 有可能是 或有负债 或有资产 这俩没问题 那么也可能是 或有负债 转回真正的负债 那么这个真正负债 这个预计负债 这个预计负债 一定要强调 它也是估计的 那么它不是金融负债 那么这点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这个预计负债 也是属于或有事项 形成的一个结果 或有事项形成的结果 这是一个 那么有人说了 你或有资产 能转回真正资产吗 那么转回真正资产 是属于确定事项了 属于确定 上面预计负债 还是不确定 还是不确定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道题的标准答案 就是ABC 所以答案ABC 注意这个特点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支点 就到这 概念 很少在这出题 很少出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个支点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第一 预计负债的确认 那么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 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确认为预计负债 那么这三个条件是同时满足的 下面来看 第一个条件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不是潜在义务 什么是现实义务呢 指在企业当前条件下 已经承担的义务 那么且没有其他的现实可选择 你只能履行该项现实义务 你才能解脱责任 所以这叫现实义务 第二 履行该义务很可能会导致经济流出 很可能概率是大于50% 不能等于50 小于等于95% 这叫做很可能 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该义务的金额能可靠计量 什么是可靠计量 也就是与或有事项相关的 现实义务的金额 能够合理的估计出来 能够估计出来 好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的话 才能确认为预计负债科目 也就是贷预计负债科目 那么三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只能作为或有负债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发生概率层次划分 那么这里一共给的是四个内容 好先看第一个 极小可能 极小可能的话是大于零 小于等于 这等号在这呢 5%叫极小可能 极小可能注意一句话就可以了 就是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力流出企业的 或有负债不需要披露 好第二个叫可能 可能的话是大于5% 小于等号在这 小于等于50%叫可能 好这两个内容 一般考试很少用 那么这个用多了 那么第三个叫很可能 很可能大于50% 小于等于95% 我们跨上的将预计负债确认 这块用的比较多 好 最后一个叫基本确定 大于95% 小于100% 没有等号的话 没有等 等号叫确定了 这个叫基本确定 那么注意的问题 我们在收入准则中 还有金融工具 这个准则当中还会用到一个词 叫极可能 叫极可能 那么这块就是很可能 还有一个叫极可能 极可能这个概率 这个概率 我们后面再讲收入准则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提出来 比如80% 属于不属于极可能 我们后面再讲收入时候 会讲到一个什么 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当中 什么时候能记录到交易价格当中 就用到一个极可能 后面来说 现在不说 现在不说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计算题 来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预计负债三个条件的确认问题 下面来看 资料 甲公司资料如下 一 甲公司被A公司状告 侵犯其专利权 法院受理了 至21年末 法院还没判呢 甲公司的法律顾问认为 认为分析分析 败诉的可能性是80% 叫做什么 很可能了 如果败诉赔偿的金额 跟您目前类似案件分析 很可能赔偿金额60万 而且承担诉讼费3万 流出钱吗 很可能80% 第三金额知道吗 金额也知道 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我们应该确认预计负债 所以带预计负债60加3 63 那么损失既有营外支出 诉讼费既有管理费用 所以借营外支出60 借管理费3万 带预计负债就算 非常典型题目 第二 假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债务担保 因被担保人 假公司子公司财务状况恶化了 无法支付预期的银行借款 到了21年12月1号 贷款银行要求假公司 按合同约定履行债务担保 责任是500万 银行尚未起诉假公司 那么假公司预计 子公司很可能违约 无法支付预期的银行借款 还没有到法院起诉我们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否确认呢 分析 是不是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预计负债三个条件吗 是的 第一 承担现实义务 现实不是潜在的 那么第二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钱吗 很可能 为什么很可能呢 因为对方已经无法履行该义务了 那么他无法履行 我得给他还钱啊 所以无法支付预期的银行借 已经预期了 已经预期了 那么第三个金额知道吗 金额知道500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应该确认预计负债 所以待计预计负债500万 借银外支出 这是第二 第三 假公司生产产品 造成某公司职工 集体食物中毒 就赔偿一事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到了21年12月份 对方起诉我们假公司了 要求我们假公司赔偿损失武算 法律顾问建议 本案不要公开审理 最好私了 要停下协商 为什么呢 你别忘了 我生产食品 这个生产食品造成了食物中毒 这个事儿 一旦要被新闻媒体 这个媒体一旦要炒作的话 我的企业就完了 真的就完了 这种案例很多很多了 好 那么与对方协商解决 法律顾问和当事人接触后 双方经过讨价还价 最后商定赔30万 条件你得撤诉 那么假定原告向法院申请 撤诉申请 法院受理了 受理完以后 那么好了 那么同时呢 我把钱30万给对方 那么得保证对方 你说了 永远不再起诉我了 永远不再起诉我了 那么这时候 我们假公司的快速 怎么处理 首先是货有事项吗 不是了 这个事情已经是什么 确定事项 确定 所以它不需要货有事项 因为它是确定事项了 分路你可以编 分路你借银外支出 带一项存款30万 没问题 但是在这和货有事项 没关系了 因为它是确定事项 你不能再给我走 预计负债了 直接给钱给出去 完了 借银外支出 带一项存款就可以了 这事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你钱已经给人家了 对吧 第四 假公司因生产商品 造成环境污染 被周围村民起诉了 法院受理了 但尚未判决 假公司法律顾问认为 该诉讼 败诉的可能性80% 如果败诉 赔多少钱 不知道 赔多少钱 不知道 那么显然三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对吧 所以第一 是现实义务吗 是现实义务 那么第二 也很可能导致经济力 留出其 第三 金额不知道 金额不能确定 所以三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你就不能确认 预计负债 只能去披露 只能去披露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涉及到简单的概念 要了解 起码这三个条件 给我记住了 第二 预计负债的计量 第一个问题 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第一个 所需支出存在个连续范围 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相同 可能性相同 指的是概率相等 概率相等 则最佳估计数 应当按照该范围内的中间值 确定 这个中间值就上线加下线除以二 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甲公司21年12月份 收到法院传票了 被告知 以公司 状告我们甲公司 侵犯专利权 要求甲公司赔偿100万元 甲公司根据法律诉讼 进展情况和专业人士意见 认为对原告赔偿的可能性 在80%以上 满足一个条件了 最有可能赔偿金额是 70万至80万之间 给了一个区间 是连续范围的 连续范围的 而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 发生的概率是相同的 并且承担诉讼费3万 好 那么问确认预计负债金额是多少 很简单 对吧 那么第一是现实义务吗 是 三个条件要同时满足 第一现实义务 第二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 第三金额能可靠几两 所以上限加下限除二 然后再加上承担诉讼费3万 等于78 所以代计预计负债78 诉讼费进入到管理费用中去 那75万 那么进入到营业外支出当中去 答案选择D 好 再接着看 第二 所需支出不存在一个连续范围 或者有一个连续范围 但是概率不同 好 概率不同 所以该范围内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 又可以分为两种小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或有事项 如果设计到单个项目 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区域 最可能发生的金额区域 来看例题 A公司 夹公司的子公司 从银行取得一笔贷款 甲公司母公司 为其担保了本息和伐息的60% 我们是甲公司 我母公司 我为子公司担保了 担保多少 注意我只担保三件事 第一件事本 第二件事息 第三件事伐息 这正常利息加伐息 三件事不是全部担保 只担保60% 剩下的七部分 A公司自己以房产作为抵押 截止到21年末 A公司预期无力偿还借款 那么被银行起诉了 甲公司我们成为第二被告 银行要求我们甲公司 以被担保单位共同偿还贷款的本息 本息600万 罚息10万 诉讼费15万 诉讼费15万不是我承担的 是第一被告承担的 因为我们这就三件事了 60% 这15万不是我的事 好 期末 该诉讼还在审理当中 甲公司估计承担担保责任的可能性 90% 就很可能了 就很可能 且对方无力偿还 那么这时候我们确认预计负债金额是多少 很简单 那么甲公司预计负债 确认的金额就是我担保责任那块内容 哪块内容 三件事 一个本 一个稀 一个罚稀 个60% 所以来看一下 资料中告诉我们600万 那么这600万是本息加上罚稀是10万 得60%是366 所以借以外支出代余计负债366 这就完事了吗 那么这就是设计单个项目 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确定 好 再接着看 第二 或有事项涉及到多个项目 这个考的比较多 这个考比较多 按照各种可能结果 及相关的概率计算确定 那么这个例题我后面再讲 产品质量保证那块 我们再说 这块内容 我们注快考好几次了 包括大题和小题 这是第一件事 它的计量的问题 第二件事 预期可以获得的补偿 那么企业清偿预计负债 所需支出 全部和部分 预求第三方得到补偿 这个第三方 比如说保险公司可以吗 可以保险公司吗 可以 比如说产品质量 如果出问题了 我担保了 保险公司可以赔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赔偿 在事物中最常见的 第三方叫保险公司赔偿 好 那么怎么去确认呢 第一 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 看好这个词 四个字 基本确定的时候 基本确定的概率是 大于95% 小于100%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 你可以作为资产确认 你可以走其他应收款 走其他应收款 那么第二 确认的补偿金额 你不能超过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最高金额 就是预计负债的金额了 下面看一道例题 甲公司2021年10月份 收到法院通知 那被告之 以公司状告我们甲公司 侵犯专利权 要求甲公司赔100万元 甲公司经过反复测试 认为核心技术 不是我开发的 说委托丙公司研发的 那丙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对我们甲公司赔照 那么甲公司在年末编报的时候 根据法律诉讼的进展情况 及专业人士的意见认为 对原告进行赔偿的可能性 在80%以上 叫很可能了 金额知道吗 最有可能赔偿金额是 110万到130万 且概率是一样的 并承担诉讼费6万 从第三方 甲公司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 收多少钱 后面来说 好 要求1 假定1 从第三方 贬公司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 那么可以得到补偿 金额是80万 这是第一个假定 第二个假定 还是基本确定 但补偿的金额是150万 第三个呢 是很可能 这个概率太低了 基本确定是95到100 这个是50到95 我还记得吧 好 下面一个来看 第一 基于假第一 假公司应该确认预计负债 首先在这个资料当中 我要先强调个问题 是谁 是谁主体谁 是假公司 是我假公司 我要确认预计负债 那么这个预计负债部分或全部由第三方得到补偿 说我假公司 不是说谁 不是说那个什么 那个谁 乙公司 也不是丙公司 跟他们都没关系 说我假公司 是因为我假公司要确认预计负债的时候 那么我要赔人钱 赔人钱 可以从第三方得到补偿 所以这事儿说谁呢 说着假公司 好 所以这说着假公司 不是说别人 那么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资料告诉我们上限加下限的问题了 所以赔偿金额是110到130之间 所以上限加下限冲 再单独加这个诉讼费6万 所以126 到这126 看好了分路怎么做 待预计负债126 这有了 这是第一件事 那么第二件事要注意 诉讼费走管理费用 这个借管理费6万 同时看好了 基本确定能够得到补偿金额80万 这80万走什么科目 借记其他应试款80万 差额倒挤出来 这个倒挤出来的是营业外支出40 这个题你可以编两笔分路 可以编两笔分路 再说一遍编两笔分路 编两笔分路 不考虑这个80的情况下编两笔分路 那么借管理费6万 那么待预计负债126 差额 那么借营业外支出 第二笔分路 那么再借记其他应试款 待记营业外支出 再从营业外支出充掉 两笔分路也可以 一笔分路也可以 好 提示 或有事项确认为资产 的前提条件 是或有事项 已经确认为预计负债了 先确认预计负债 那么会计核算的时候 那个资产要通过 其他应试款 前提条件一定是确认负债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要确认预计负债 所需支出 那么由第三方得到补偿 所以要先确认预计负债 然后资产这一波内容 走其他应试款 好 那核资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但是一定要强调 你不能充负债帐名价值 不能充负债帐名价值 好 再接着看 那么如果赔偿金额是多少 是150 是150的话 那么借记其他应收款 是126 带预计负债 也只能是126 为什么呢 我们说过了 那么确认资产的金额 你不能超过什么 不能超过负债的账面价值 好 第三个呢 那么第三个说什么 第三个讲的什么 是很可能得到补偿90万 很可能就不行了 资产就不能确认了 所以翻路 借管理费用 诉讼费走管理费用 另外支出120 带预计负债126 好 那么三种情况的共同特点 带预计负债 无论哪一种情况 都是126 都是126 三种情况 你们去看一下 所以提示 预计负债确认 与是否从第三方得到补偿 没关系 返账没关系 预计负债金额都是多少 都是126 都126 好 下面看个2019年的考题 X8年7月份 甲公司因生产产品使用 非专利技术 涉及到侵权 被以公司起诉了 X8年12月31日 还在审理当中 律师认为 甲公司很可能败诉 赔偿金额是200万至300万之间 如果败诉 还需要赔偿一个诉讼费 什么其他费用 甲公司认为 对非专利技术 及生产的这个产品 已购买了保险 如果败诉 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很可能赔偿 这个概率不行了 很可能不行 你要是基本确定 我保险公司已经确定了 基本确定赔我多少块钱了 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确认资产 这个很可能 确认不了资产 好 预计赔偿金额150 没用 这个数没用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甲公司在X8年 曹报表中对上述诉讼事项 应确认的负债的金额多少 确认的负债金额多少 那很简单 负债金额来看吧 答案选择地 不就是我们资料中给的上限加下限吗 200加300除二 再加上一个那个20 这20呢就是支付的这个诉讼费用 诉讼费用20 那270 所以答案选择地 很可能收到补偿 尚未达到基本規定 所以无需处理 无需处理 好 这是一个啊 我想再变一个词 再变一个词啊 变一个什么词呢 我这么说啊 就是按照保险合同规定 保险合同规定啊 刚才说很可能 这不很可能吗 很可能对吧 我不说很可能 基本确定 听我说了吗 基本确定从保险公司 能够得到150万 我问答案还选递吗 答案还选递吗 还选递吗 当然选递了 能否得到补偿 和预计负债确认金额有关吗 没关系 和预计负债确认没关系 记录这特点就可以了 好 第三 预计负债计量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这会儿曾经考过小题 就三件事啊 第一 风险和不确定性 那么 这三句话啊 就记录三个标题就可以 记录三个标题 就三个标题 看见了吗 未来事项 然后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和不确定 记录三个标题 选择地会选就可以了 下面来看 第一 风险和不确定性 那么且在不确定性情况下 判断需要谨慎 使得收益和自然 你不能高估 你不能高估 费用和负债 你也不能低估 但是不确定性并不说明应当确认过多的预计负债 故意夸大负债也不行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个平衡点 必须找到平衡点 第一 第二 货币时间价值 预计负债一般不需要折现 即相关现实义务的金额 通常就等于未来应支付金额 因为时间比较短 即使诉讼我们国家规定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但是如果预计负债 确认了10点 距离实际清长 有较长的时间跨度 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折现了 就要考虑折现 限制计量 最典型的就是固定赞那一章 所讲的气质费用 还记得了 气质费用 预计负债 那是折现的 那个折现的 好 第三 未来事项 那么企业应当考虑 可能想履行限制义务 所需金额的相关未来事项 对于未来事项 如果有足够的客观证据 表明它们将会发生 则应当在预计负债计量中 考虑相关未来事项影响 但是后面的话考过 就是考过一个小题 我记得小题 是一个选择题 就考这句话 红颜色字 但是不应该考虑 处置相关资产 所形成利得 这个是不考虑的 这个是不考虑的 所以未来事项中 注意最后一句话 不应考虑 预期处置相关资产 自然处置有利得吗 有利得 应该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复合 如果确凿证据表明 账面价值不能真实的反映 当前最佳的估计数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呀 应该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进行复合 那么这个复合调整 这个复合调整 记住 一定是属于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一定记住是估计变更 你别给我那个政策变更 你别给我那个插走更正 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第一期 你不说年了 就第一期第二期了 第一期 我们按照当时最佳估计数 确认了预计负债100万 那么现在 现在在资产负债表日出问题了 国家司法解释出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原来我估计赔100万 现在不是赔100万 得赔150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就应该调整增加那50万 使得这个金额反映 当前最佳估计数 直接借以外支出 那么代计预计负债 调增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内容属于估计变更 你别给我作为政策变更 不是政策变更 也不是插错更正 这个我们在考 经常考类似的这种题目 好下面我们来看2015年考题 下列关于或有事项表述中正确的事 当然选择 或有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 是且承担的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 那么或有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 是现实义务吗 当然是现实义务了 不是潜在的 所以A对不对 A对 看到吗 A对吧 A对 一定是现实 不是潜在 所以这个对了 看BCD 我们看哪错了 或有事项形成的或有资产 应当在很可能收到时 确认对吗 错了 不是很可能 是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的时候 C 预计负债计量 应该考虑相关的或有事项预期处置 考过15年考试 想起来 15年考试 预期处置产生力的 不考虑 这个是不考虑的 刚才说过了 所以不应考虑 不应考虑 那么D 预计负债应当与其相关的或有资产 相抵后在资产负债表中 以金额列是 错了 预计负债与或有资产 是不能抵消的 这俩没有抵消问题 因为或有资产根本就不能入表 根本不能入表 所以错了 答案只能选择A A正确 再看12年考题 下列各项 关于预计负债表述中正确的是 A 预计负债是且承担的 潜在义务吗 不是 一定是 现实义务 所以A错了 B 与预计负债相关的支出的时间或进额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不知道啊 是不是不确定性 是不是不确定 这是对的 所以预计负债计量应当考虑 未来期间相关资产处置利得 好两次了 处置利得考虑吗 不考虑 D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相关支出 最佳估计数 减去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的补偿后的 进额计量错了 我们说过了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和预计负债的 计量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B 只能选择B 所以来看D选项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相关支出 最佳估计数计量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 你只能作为资产来确认 你不能给我冲去 好 到这为止这个支点讲完了 那么这个支点是为我们后面的应用做铺垫的 那么这一波内容在小题中是经常会考的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 好 这个支点我们就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